台大医院 一百二十五年来 在民众心中占有特殊地位 提供台湾区域顶尖水平的医疗照护 拥有五家分院 与超过一万名专业医疗人员 我们非常骄傲 能提供更专业的技术 与划时代的医疗照护 今天台大医院再往前划一大部分 以全球丁肩医学中心通过 建置最先进的复合手术室 我们的出发点非常清楚 就是以病患为中心 具体来说 病患在这两间手术里面 就能取得高阶影响 病患就不需要在院内二科室 四处奔波 让设备能来配合病患进行治疗 目前台湾科大医学中心都有建置复合手术室 但每家医院的发展重点并不相同 与台大为例 十年前我们建置了第一套复合手术室 应用在心脏血管外科 这期间的临床成果非常优异 现在我们又建置完成第二套复合手术室 将运用在胸腔外科 与神经外科室 近几年随着医疗科技进步 神经外科治疗方式日新月异 不管脑肿瘤 脊椎受伤 运动障碍 或脑血管病变 患者手术的愈后 皆有大幅改善 在各种手术过程中 术前仔细规划 术中精准定位 与术后确认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台大医院有的这个 全新的复合式手术室 我们能够依据病人的不同需求 从皮肤的定位进展到 肢气管境的肺子脂肪的定位 大幅提升手术治疗的精准度 而且可以有效地减轻 病人在定位过程中的不适与疼痛 在可见的未来 我们期待透过机密的定位系统 能够创造更新的医疗价值 将微创手术提升到 进一步的境界 这台全新的3P高磁场低度 手术中实证造的设备 是全台湾首创第一台拥有 AI功能的快速手术 以及成像功能的设备 机器它能缩短检查的时间 也就是说它在检查过程中 对于人体的生理讯号 有更好的侦测 那整个检查的效率会变得更好 是为复合式手术室的这样的建议 对于专家外科医师也好 神经外科医师也好 当然对于这两个病人 应该是最大的福祉 这也是台湾医院 如果我们要花这么久的时间 这么大的计算 这样的一个专业设备的建设 对于医师、医院还有病人来说 应该是最大的福祉 西门指该机型 全世界首次交货安装 大家展现了高度的执行力 非常非常过程度 监控困难的这个工程里面 要爬到这个任务 任务的关键重要的享受 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 微创手术时代 有了这两间复合手术室 相信在治疗时 让医师更有信息 病患伤口更小 恢复更快 期待全新落成复合手术室 能服务更多台湾民众 很荣幸护理部 能够参与复合式手术的 创新建制过程 共同为台大医院 写下了新的里程碑 相信这样的一套精进的设备 会是亚洲第一 但我们也相信 在我们所有团队的努力之下 我们不仅是第一 也将会是最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